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听由杰哥和敏儀主持的GM看世界 杰哥早晨 敏儀早晨 各位听众早晨 杰哥刚刚过了超级星期二这个选举 我都觉得虽然是初选 但是我都觉得挺受触目 挺多人关注 可能是大选年 基本上超级星期二决定了拜登和川普两个人 是否确定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 所以超级星期二就受关注 不止 加州我自己都很关心加州的选举 因为大家都知道听到新闻 阿借安达扔了很多钱去做广告 他的钱多到可以好像去竞选总统的budget这么厉害 他扔的广告不是说他自己怎么好 他说对手怎么坏 是啊 唱衰对手 反而听说很多人本来不懂Steve Garvey的人 都走去投了他 我觉得他这个广告的campaign有点失败 他终于远远以上到今年年底参议院的席位 缺选的时候就是他和他最争的政治对手两个对决了 终于他达到目的了 其实最近也有一些听众或者观众朋友 有问到究竟在美国选举 究竟整个制度是怎样的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都跟大家讲一下 究竟美国选举制度是个什么的体系呢 你想知道什么呢 首先有人问 谁才有资格参选美国总统 其实这一条入籍市都有的 肯定 我知道的东西就是 肯定他要在美国出生 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才能够参选美国总统 你和我就不行了 你的女儿可以 所以其实首先要选美国总统 第一你要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当然你要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支持你 所以历史上美国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两党在竞争的 共和党民主党已经由林肯他们创建 共和党到现在已经竞争了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第三党出来参与呢 有的 但是第三党充其量就起到一个破坏的作用 譬如说希拉里和川普竞争那一年 民主党就赖第三党出来参选 就分走了民主党的票 今年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就是小金乃迪 他是金乃迪总统家族的成员 现在他是以第三党的身份出来选 现在民主党就有了矛头指向他了 就说他会分走拜登的票 因为他本身是从民主党阵营分裂出来的 再讲远一点 现在国会有个弗蒙特州出来的参议员 桑德斯 是一个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人物 就是属于民主党那个圈子里面最极左的议员 但是他不是民主党人 他说他自己是独立的身份 以前你知道无论是希拉里那一年 还是拜登出来选那一年 其实桑德斯都想出来选 如果他出来选的话 任何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要赢的纪录率就很小了 因为他分拨了民主党的票 是不是年纪很大那个 是啊年纪很大肩头高过耳朵的 那他你有没有看过蓝精灵呢 有 蓝精灵里面的居居屋就很像他 我经常见到他 我只想起那个居居屋的 所以民主党内部就 常常会有一些与主流意见不一的 但是共和党这件事就反而比较少一些 你知道川普第一次参选美国总统是什么身份吗 什么身份 都是第三党 哦真的吗 他不是一开始就共和党 他不是开始共和党的 他曾经是曾经以第三党的身份 出来参选过总统 不过很快已经退算了 所以这个是2016年之前的事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熟悉呢 就是主要那两大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那似乎有些人都不知道 常常搞乱了 他们不是有只动物呢 去象征住他们的党的 一个是雷一个象 谁是雷谁是象 民主党是雷的嘛 雷通常的形象是什么 什么呀 比较蠢的嘛 是吗 大象的形象是什么 遁 比较遁厚的嘛 比较遁 什么遁 是呀 什么雷都枯惑一些的 其实 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 你又有党派的支持 你要出来参选 你怎样才可以当选呢 很多人支持啦 当然要 要拿到选举人票 很多人支持 那不是要很多人支持 才拿到的 这个是很多听众朋友 大家觉得很疑惑的东西 美国选举为什么不是一人一票呢 为什么要一人一票之后 有个选举人再去投票呢 其实真是很疑惑的 究竟为什么 明明票数多 但是都输的 因为选举人票不够多 经常都出现的 选民票多 选举人票不够多 就会输 这个讲起民主呢 我们怎么理解它 其实很多人以为民主是 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民主 这个是错的 为什么呢 多数人的意见就很容易变成 多数人的暴政 比如说 我们讲这个国家 大部分的时间 或者大部分的国家 都有一个现象 窮人多富人少 是吧 那如果你说大多数人的意见 好了 你和我都是窮人 我们提出一个动议 我们将 马斯克 将 索罗斯的钱 大家分散他好不好 分散他 当然是好的 当然大家都是好的 是不是 窮人多嘛 不够他钱多的人 占了大部分嘛 那大家举手同意 就把钱分散 这个就是多数人的暴政 所以那怎么能够 又要民主 又要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又不能够 多数人的暴政呢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立国 那时候那些政治人物 那些国父呢 他能够 看到了民主政制当中的 一些缺陷 我觉得很聪明啊 避免他 三权分立嘛 三权分立是一回事 你三权分立 如果你一人一票的话 我们所有穷人 选李敏仪当总统 李敏仪上来 就分了有些人的钱 我们个个都得益 当然美国的经济崩溃 社会崩溃 另计 总之我们拿钱先 这种情况 怎样才能够发生呢 就不要给多数人的意见 成为主导整个国家政治的唯一的因素 所以就有选举人票了 所以就要有参众两院 首先是参众两院 那大家都知道众议院435个议席 那怎么来的呢 就是根据各州的人口 人口多的议席多些 人口少的就议席少些 总之435席就不变的了 那你知道我们加州2022年的中期选举 去加州少了两席 众议院的议席 因为大量加州人 签了德州 所以德州是多了一席的 当然其他州有些多有些少 所以很多听众朋友 会问这个问题 那这个都是多数人 你人口多的州 你就会议席多些 那到时候来一个国会 你就你的票数就会多些 于是又有参议院 参议院有多少席位呢 100席 100席 每州有两席 每州两席 你人口再多都是两席 人口再少都是两席 这样就变成小州在参议院投票的时候 它的权力是不是跟大州完全一致 所以为什么在众议院投票 通过一些重要的法案 为什么要简单多数 一票 你多一票就可以了 就很容易通过了 这个就是多数人的意见了 但是去到参议院 100席 总之每个州都是两票 我这个州人口少 但是我在参议院投票 我跟你加州的投票权力是对等的 这个第一 第二 为什么众议院一票多过一票 就简单多数通过 参议院的60票就要防止你们的大州 你们的利益一致的 所以你们就又是100票里面 就51票你就可以过 剩下那49票就会权力受损害 其实挺好 这样就是控制住 一定要60票 控制住不要说大家结党 或者大州的利益一致 那就很容易过了 就是防止人口多的大州 控制了美国的政治 所以令到参议院里面 大家每个州两票 然后60票以上 这个是绝大多数的意见 才可以通过 所以说50对50怎么办 副总统 副总统 出来投一票 这个就给回一些行政权力 这个给总统 副总统是参议院的议长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 在你们争执不下的时候 他可以出来投一票 但是这个是简单多数通过的 如果是60票的时候 副总统不可以这样 以一票来决断 大家记不记得拜登上台之后 怎么用这一招的 国会有一个叫做协调程序 就是说我们某些议案 我们要60票通过 但是某些议案 大家商量一下 不如简单多数通过行不行 但是他有 就是怎么样去衡量 哪些议案是走哪一个方向呢 所以这个协调议案 就是由国会的一个独立的部门 由他来说 这个法案 可不可以用协调方式 就是说简单多数通过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 打破美国政治惯例 美国政治惯例 一届国会 每年只会有一个 但是拜登到现在 目前为止 我记得已经四次了 哇 但是有些重大的法案 其实都是被国会参议院 将它拦下来的 譬如拜登的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四万亿的开支 这个做什么 发放福利 应对全球气候变迁 就是都是给他民主党 那个利益链 输送利益 那么 众议院那时候是 民主党占多数的 所以通过了 但是去到参议院 你就没有60票 所以就通不过 于是拜登本来想花这四万几亿 就是参议院帮我们拦下来 我们纳税人就不用多花四万几亿 哇 真的好彩而已 我觉得 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讲了这个两院的机制之后 大家可以计到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加上 总共是538席 那你可能其位 435加100 不是535吗 因为还有一个DC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 在这个选举总统的时候 他有多少选举人票呢 因为他不是州 所以就给了三张选举人票 代表什么利益 华盛顿官僚 这些利益 就是他们聚居在那里 所以你见永远选举的时候 华盛顿特区的票 一定是投给民主党的 因为民主党和华盛顿官僚之间的关系 要比共和党要好得多 所以加上就总共538张选举人票了 跟着选举的时候 怎么计算这538张选举人票呢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 绝对发来讲 好 稍后见 欢迎大家回到来GM看世界 结果我刚刚讲的 全美国有538张选举人票 到底这538张 到时候真的选举出来 是怎么分 怎么计算的呢 我们讲538构成 就是435席的众议院的二席 加参议院100席 你每个州 譬如说加州有50席众议院 有两席参议院 加州的选举人票多少张呢 就52张 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当然是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投票 投票之后譬如说我们以加州为例 拜登的票多过川普一张 就叫做赢者通吃 或者叫做赢者全拿 什么意思呢 拜登在德州、加州这些州 他多一张票 赢过川普 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 就应该给拜登 就是52张 就是给拜登 民主党永远在加州是一定赢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很久了 所以全美国大概有50个州 48个州是这样的 有两个州不是的 特别一点的 为什么呢 你的州的选举制度 你自己可以立法去 哪两个州呢 哪两个州啊 我不记得了 一个好像密苏利州还是哪个州 反正它不重要了 虽然它是可以不是这个赢者通吃这个原则 但是呢 它都是有一个制衡在这儿的 反正它们一向的选举人票比较少 是 不是赢者通吃不代表 是这些票一定分的 就是选举人它可以根据它的 委托者的这个意愿 将票投给谁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是德州的 选出来的选举人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德州 不是加州有52张票 那么加州就会有52个选举人 就要去到国会 1月6日那天 去到国会投票 在国会投票之后呢 那比如说 哦 唱票 加州52票 跪拜登 德州 若干票 跪川普 加加上 嗯 谁率先超过270张票 是 谁就做总统 为什么270啊 怎么计呢 538除二就是269 是不是 所以你多一张选举人票 你就会成为美国总统 嗯 历史上我记得很少是多一张的 通常都是多几张的 因为它每个州的票都是几张 或者十几张 就是它没有一个个位数 有很少 嗯 那这个就是选举美国总统的 选举人票的制度了 嗯 那我是加州的选举人 我受民主党委托我去国会投票 是 我一定要尊守这个一票 就是赢一票就通吃这个原则 嗯 那可能问 那我去到国会 我会不会不投给拜登 投给川普呢 那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是 理论上是可以的 通常 民主党比如说它委托去国会投票的人 当然是对自己中心耿耿啊 本党的利益结合得很深啊 你一旦反水的话 你会后果很严重 我只会找这些人去 就是信得过的 所以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意外发生 那为什么去年1月6日有这个冲击 不是去年 2020年 为什么会有冲击国会参专事件呢 就是当日投票 是 投票之后呢 就由这个国会参议院的议长 来确定这个票的有效 然后宣布哪个当初为总统 是 那这个人就是彭斯 特朗普当时就叫他 你可以误认 你说不行 我觉得 那又不行啊 那你是这么多票就是这么多票嘛 宣法没有规定说不行 是吗 宣法没有规定说不行 我作为议长 我认为 今年的选举 有舞弊的行为 嗯 那我觉得 即他有这个权说不行 是的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选举结果有问题 所以我宣布这个投票无效 这个宣法没有说不准这么做 也都没有说他有权这么做 是一个模糊地带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当时川普和彭斯 发生冲突的原因 川普身边有一帮法律专家 哎 宣法没有写 没有写我们觉得 那彭斯他觉得 喂 宣法没有写 我觉得不行 因为宣法没有赋予我权利 有点模糊 是的 那川普那边说 宣法没有阻止你这么做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们发生矛盾的原因 也都是川普为什么要号召他支持者 去这个宣法尼亚大道示威的原因 我在外面吵一下 给你一些压力 那怎么知道你川普 你要明白 凡有人群的地方 就有左中右 就有一些个别的极端的人士 那他马上冲入国会 你怎么办 这个马上就发生了 所以就导致当时 出了这么大件事 搞到现在 民主党还有理由去追杀川普 因为当时彭斯觉得 我没有这个权利 所以他不做 这个就是整个总统选举的 基本的 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常识 那今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已经进行到初选 基本上确定了拜登和川普两个人 叫什么 重赛 是 两个人再来一次 所以大家今年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关心的就是 会不会再舞弊的 这件事已经讲了很久 大家也很担心 当然你一直都说 其实经过上次之后 很多周演修改了他们的 投票的法律 各样去堵塞这些舞弊的可能性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 叫什么 你有张良计 我有过长梯 道高一尺 摩高一丈 其实都会担心的 其实我们要这么看 美国总统大选 每年都有舞弊的了 关键是这个舞弊 有没有影响到总统选举结果 2020年大家还记不记得 什么令大家最困惑 拜登曲线 晚上突然之间 是的 我们已经想着 都赢了去睡觉 突然之间起床 为什么变成这样 很多个州都是 晚上等监票人 和那些在现场的民众走之后 拜登的票突然间 B一声标了上去 反败为勝 你说今年会不会呢 我不敢说今年不会 但是去年有些民主党的做法 今年在很多州不行了 比如说邮寄选票 不核实这个身份 邮寄选票不是不行 邮寄选票一定有的 比如说我不在美国 我出差 或者我行动不方便 一定有 但是核实身份 你的签名和你的身份 是不是对得到是一个人 这件事呢 很多州已经修改了 不能够不核签名 就算到有何票 第二 票箱不能够乱摆 这个很重要的 我张修杰在我家的后院 放个票箱 接着你点票的时候 我背着票箱 去到说我这里有十万张票 那是怎么来的 民主党当时用这些手 到处摆票箱 我们要照顾这个偏乡 照顾一些交通不变的地方 你放个方交易 谁能够保证你票箱里面的票是合法的票 是 所以 这些这样的漏洞 基本上就已经堵塞了 其实是否我们直接自己 亲自去到投票站投票呢 那些票比较稳固呢 如果你能够亲身去投票站投票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办法 但是呢 加州今年呢 和这个2020一样 允许全民邮寄选票 是 很多州是不允许的 除非你有合适的理由 其实应该真是不允许 要有理由 你先去 这样才可以堵塞这个舞弊的情况 嗯 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舞弊的手法 其实因为各州修改 选拘法堵塞漏洞之外呢 那就是你说的对了 叫道高的一尺魔高的像 今年会不会有呢 我觉得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的 2020那时候呢 因为民主党对川普有很多 污蔑啊 陷害啊 又说他什么通俄门啊 又说他什么乌克兰电话门啊 就是 其实令到当时很多民众 是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呢 他们觉得 咦 选拜登可能好过川普啊 嗯 那当时有很多舞弊的现象 你说有没有人看到呢 我相信有 不出声 但是有人不出声 觉得对我利益嘛 不选川普 大家都觉得 可以给拜登试嘛 终于大家试了这三年多了 大家知道拜登是会什么事了 是 通货膨胀是不是呢 嗯 没错嘛 现在我们加州的油价 大家看到了 是不是 比川普当年比 经济低迷 是不是 是 你说拜登找回很多盟友回来 是啊 找回很多盟友回来 但是美国为此付出了 多少金钱的代价呢 很多代价 那些金钱的代价是哪里的 在你和我袋里面扔出来的 纳税人扔出来的 你真是欲痛 现在拜登又说 他如果有第二个任期呢 如果有 他说他要加税 哇 即加税这些东西 永远是民主党拿来 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 他的理由就是这样 喂我加富人税喔 不好啊 是 你自己数一下 每当民主党 成功地通过立法 加富人税的时候 是 有没有富人因此付出了 更多的税 而我们这些这样的中产阶层 或者社会基层 是没有受影响的 到后来那些税 全部加在我那里 是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就是加企业税喔 企业成本就增加了 企业成本增加 他卖的产品 他提高的服务就又贵了 那就又通货膨胀了 这个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道理 那所以 今年的选举呢 跟2020有些相似是什么呢 现在拜登的形势 就十分之不妙 嗯 拜登执政这几年 大家对拜登的执政 施政无能呢 我相信不是说 保守派的支持者 或者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反禁 而是中间选民 和民主党的支持者 都已经很反禁 其实最肉痛 即是刺倒自己的 就是一个非法移民的问题 那很多人都受到影响 我觉得都有影响到他们投票的议员 治安 是不是 治安 经济 物价 非法移民 现在非法移民的这个乱象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令到美国政局的变化很有意思的 大家知道 特朗普做总统的时候 不是要建边境场的 为这件事 和民主党打到不可可 搞在国会 不知道吵了多少次 特朗普建边境场 毕竟没有起了 现在拜登政府说要建边境场 真的有点好笑 你见是反转过来的 2017年那时候 作过民调 美国民众支持建边境场的 百分之四十几 反对的五十几 现在在座民调 支持的百分之五十几 反对的四十几 你见到拜登的执政不堪之外 他现在政策明显在那儿 向川普那边变化 但是这样变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选民就 咦 他变了 可能会有进步 我又继续投他呢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如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聊 好 稍后见 欢迎大家回到GM看世界 结果刚刚说到 拜登现在的政策 好像有少少 不是少少 川普化 是大大川普化 只是边境场这件事 我们都看到了 但其实我都会在想 中间选民会不会说 咦 那他知错能改 会不会再给多一次机会给拜登呢 其实这个拜登的政策川普化 是不止只是非法移民 这个问题上的 我们数一下吧 2020选举当时 其实很多华裔的选民 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选民 当时都支持拜登的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川普是华人 搞到美中关系就破裂 所以选了拜登 一定会中美关系就撥运见日 终于的结果就是对华政策 拜登比川普更加川普 越来越硬 因为都不是他的决定 后面还有一帮人 这个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不是哪个党的利益 非法移民问题 拜登虽然是 他任来放了很多非法移民进来 达到了历史记录 但是拜登那时候说 要进行移民改革 做什么 特赦非法移民 有没有做到 好像没有 不单止没有 他连达卡青年 就是说未成年的时候 乌口乌口 跟着父母入到美国 那帮小非法移民 现在都过了三四十岁 他都没解决 还有那个时候 他选举之前 不是说 要免那个学态 那样东西结果是有没有进行过的 没有啊 他被国会否了 然后他自己就用行政的手法 是免了一部分人的学态 是呀 那他说经济繁荣有没有 没有啊肯定没有 他没有说通过膨胀有 就是拜登其实这些 所谓的竞选承诺 他的极左的政策 其实很多很多都令到 美国民众受到损害 所以你看他现在 譬如说非法移民政策 他变成川普化 他说要反非法移民国 是什么 就是 除了之外还有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说我们西岸的俄罗江州 最近在国会 不是不是在他们的州议会 通过了一个法案 是 毒品除罪化 否决了 这个是他们三年前通过的 你有毒品不当犯罪的 现在他们回回头了 毒品 拥有毒品是属于一种犯罪行为 就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真的很疑惑 毒品就是害人的嘛 有什么理由可以除罪化 我看到最近有个新闻在泰国 泰国之前都一样是大麻合法化 现在都要转回头了 因为实在毒害青少年太厉害了 所以美国现在 包括我们加州 还是大麻合法化的 你见民主党这些极左政策 不断在修改了 譬如说纽约州 原来说这个什么 不通报联邦政府 就是什么呢 他有些非法移民犯罪 他们不跟联邦政府说 因为犯这个移民法 是属于联邦罪来的 那么 美国很多民主党的州 或者是城市 他捉到这些非法移民 他都放了他 这个叫不通报机制 现在 九日说我改 我要通报 你见他全部的政策 都向共和党政策去转变 那你说他为什么呢 第一 是迫于无奈 他们知道这些政策推不下去 第二 他是否想在选举年欺骗中间选民 当然是 那么对于这件事 我只能说 如果你被人骗一次 你可以说单纯 善良 或者是太过相信别人 骗第二次 愚蠢 那我怎么形容你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自己想 所以现在拜登的选情 因为他不利 所以他做了很多政策的调整 假设自己是川普 现在 如果是说民调呢 你说一般的 譬如说我们 Vocal Media的民调 或者我们湾区中文 电台的民调 那你不一定相信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节目当中 一向是支持共和党 支持保守政治 但是好像纽约时报 这些这样的极左媒体 他的民调都说拜登不行呢 那我觉得就可信到 其实我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如果真的不行呢 我是他们就不报 但是他又要报出来 所以我觉得 那你说我现在准备做个民调 接着那些人等结果 你说我不能说 我盖牌 那不行的嘛 《纽约时报》的民调 由去年12月到2月底 这个几个月的时间 很稳定的 拜登输川普5个百分点 大家记得这个民调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 共和党内支持川普的 大概80% 怎么出奇 这个是全人类的 这个是全美国选民的 不就是全人类 这里面就包含了中单选民 和民主党的支持者 那如果你川普 赢拜登5个百分点的话 那到时选举的时候 这5个百分点 如果变成现实选票 不要说5个百分点 1个百分点 你已经输了 输得很弥补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 民主党就很忧心的 也是 就是为什么拜登 现在要改变这个政策的原因 所以拜登现在真的很急 那么急了有什么办法呢 拜登于是就准备推一些 他第二任期的一些政策 什么政策呢 他在国情之文里面说 我要加付人税 又来 都不是新鲜的东西了 总统 2020那时候你已经这么说了 又不是新鲜的东西了 那为什么加不到呢 就是了 那为什么现在又是这招呢 无招可使用了 是的 你觉得你又是2020那招 你觉得你这么说 还有多少选民会再信你呢 但是民主党应该有很多莫里话 有很多其他人在帮他 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些新东西来说一下呢 其实选民现在最现实的就是 你说我听 你怎么将经济搞好它 是 你怎么将通货膨胀压下来 你怎么将非法移民的问题解决了它 你怎么将治安不好这件事解决了它 其实选民就很简单 看这件事而已 你跟我说什么 加付人税是社会公义 你加付人税可不可以令到治安好啊 不行 可不可以令到通货膨胀低啊 不行 你全部都是答非所问 所以民主党现在没办法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其实你问川普呢 川普很简单的 是 我又减税了 我又起边境墙了 我又支持警察 严厉打击犯罪了 那你这些都很 那他演讲的时候 那些支持者听就说 对啊对啊对啊 我现在就想要这件事 所以这个就会在选举的时候 发成选票了 但是现在来选举还有8个月的时间 那这8个月的时间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发生的 是 比如说对川普的这个司法追杀 那我现在看到呢 他想用司法追杀的方式 阻止川普成为总统候选人 已经做不了了 是 但是呢 这个司法追杀不代表无效 为什么呢 罚川普的钱嘛 民事诉讼 但是你都要合理的嘛 那你都没有按例 罚到天文数字那样 那变成没有公理的了 没有公理的 一向都没有公理的了 那你要合理才可以的 人家每个都看到的 那美国的司法制度呢 你可以有上诉机制的 但是民主党现在握着什么呢 你可以上诉 但是上诉 结果出来之前呢 你那个罚款呢 还要按法官的指示 比如说冻结一些资金 比如说要支付利息等等这些东西 那是不是最起码你将川普可以用的钱 相当一部分将它冻结了 是 那所以现在拜登和川普相比呢 现在我看了 除了他有执政的这个行政优势之外呢 嗯 他现在就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钱多过川普 我又觉得有时候你说所谓钱多 主要是出去做宣传啊 或者就是去拉票啊 这样才用钱的 你不要看少这个所谓的宣传 那美国就不讲宣传的 是 宣传是希特拉啊 这些独裁政权才讲宣传的 那我们见过那些广告不是宣传广告呢 那些叫广告 那些叫推广 宣传这个词比较 是比较负面的 宣传这个词 什么叫宣传呢 说一些假的东西 来影响民众 这个叫宣传 是吗 拜登确实在做宣传 但是他老快都不讲自己做宣传 他说我准备 但是做广告 做广告做什么呢 要美国民众看到拜登 这次加州刚刚讲郑安达做那个广告 其实是呀 他扔了很多钱去做广告 但是广告反效果的 其实你有钱去做广告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你心目中想要的东西 又未必的 没错了 那你知不知拜登准备最近在市场投放多少广告费 多少 7亿美金 那么多 在创历史记录 是 创历史记录 但是在准备投7亿之前 他已经投了3亿多了 是 那效果怎样呢 不行 支持到不断下降 所以我就是说有钱去推广一下 你不要说宣传 有钱去推广做广告 是不是等于你一定可以获选民的心去投给你呢 不一定 那这个世界总有些人比较单纯的 广告看多了 进了路 都不出奇的 不是的 今次的广告呢 我真的看到那些网民留言 真的很好笑的 就是说 我原本都不知道Steve Garvey是谁 因为你做的这个广告 我决定投Steve 我一向恨死你了 听说你有个对手 那样就好了 是的 我有时觉得做这些推广广告 是不是应该将自己的政綱 或者我怎样去为人民服务 去讲清楚 而不是去打击对手呢 嗯 你以为打击到对手 原来是打击你自己 是的 所以今次这个初选结束之后呢 基本上大局已定 就是川普拜登两个人重赛 嗯 那么在初选当中 共和党有个很重要的人 叫做克利 超级星期二他都输得多惨 他总共是在两个地区 拿了初选的胜利 一个就是DC 華盛顿特区 这个一定是反川普的赢的 因为这帮官僚就争死川普 所以这个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 那时常常说我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 就是要整这帮人 但是虽然他输了 就是川普输了DC初选 一点都不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虽然不重要 但是那个得票率好像都挺有价值 跟以前相比他在那里得票率高了 是的 所以其实川普总共现在输了两个州 是 那DC其实不算州 他只有特区 所以基本上川普已经是稳定成为这个 总统候选人 所以克利真的经过超级星期二之后 就退选了 嗯 所以共和党里面有谁支持川普呢 谁呢 休息一会就回来聊 好 稍后见 欢迎大家回到来GM恨世界杰哥 超级星期二的初选过了之后 克利就退选了 那到底现在共和党里面 有哪些人是支持川普的呢 克利的支持者会不会 倒转窗头去支持川普呢 这个是现在民主共和两党都很关注的问题 首先我们说川普在初选阶段 有两个最主要的敌人 一个就是德桑提斯 一个就是克利 德桑提斯老组已经退选了 退选之后呢 他就立刻表态支持川普的 甚至在川普那些造势活动呢 他还出现的 那他们两个其实 骂到不可开交的程度都挺严重的 是 川普甚至经威胁过 他有德桑提斯的黑料 准备爆的黑料 那这件事我对川普就很反感了 是 你被民主党用这些抹黑的手法 追杀你这么久 你怎么可以用同样的手法 他对同党的盟友呢 是 你可以批评德桑提斯的政策 你可以批评他的人品 但是你用这种说 你不退选我就爆黑料 就是这件事呢 是我对川普 一直对他批评的一个重点 那句话说话呢 口不责言 是 但是怎么说都好 他们两个虽然 曾经骂到不可开交 那后来德桑提斯退选之后呢 他都表态支持川普 好了 还有共和党一个很恨川普的人 我知道谁了 最近都支持川普 麦康纳义 麦康纳义和川普之间呢 其实两个一向就不是同路人来的 麦康纳义是共和党里面 最有代表性的建制派人物 但是他和川普曾经在2016年川普胜选之后呢 两个人呢 我认为是有交易的 麦康纳义支持他 而川普胜选之后呢 任命麦康纳义的太太赵小兰 做交通部部长 是 为什么做交通部部长呢 因为当时麦康纳义 包括共和党人 包括很多这个美国的政治人物 都想在美国推基础建签 所以川普本来是答应他第一期的任来呢 他就推基础建制法案的 那如果这个法案推出了 哇 你想想赵小兰手上欠了多少钱呢 是过万亿美元计的 那这个是不是政治交易呢 我觉得很明显是 但是川普的人呢 就是这种性格 我答应你 我上台之后我不推 你奈何行吗 你答应了人的 其实内心呢 川普对麦康纳义这些共和党建制派呢 是争到他入骨的 就是川普认为 美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 就是 你们这些人和民主党勾结 特别在利益上的互相交换 但是川普当年他都被迫 要和麦康纳义这些 在党内那么有影响力的人物 进行一个妥协 但是呢 麦康纳义在这个 川普的总统任期的后期呢 就开始公开批评他 而赵小兰呢 就直接就是 那个任期未完呢 就辞职 你都没有万几亿 被我拿着洗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交通部部长呢 所以就辞职 麦康纳义其实在 党内初选的时候 一直强烈地批评川普 一直认为川普 他说什么 川普可耻 说川普试图推翻2020 总统大选结果可耻 认为川普不适合再次竞选总统 更加不适合总统 麦康纳义也好 克里也好 他们这些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 就是觉得民主党对川普的司法追杀 有九十几条罪 就是他觉得选民还会选他吗 他认为不会 所以他觉得他们有机会 那怎么知道 后来民主党越追杀川普 川普在共和党的支持上越稳固 再加上其实你说川普是不是很受中间选民欢迎 我是打文号的 但是因为你拜登实在太不堪了 通常讲那个理论是什么 两个烂苹果里面选一个 那当然只能选没有那么难那个 所以现在也是拜登攻击川普的唯一的借口 就说你们如果选川普很危险 美国的民主受到威胁 川普不是没有做过总统 他做的时候我不觉得 美国民主有什么威胁 反而是2020年选举的时候 你这么多舞弊行为 我觉得美国民主受威胁 对啊 所以麦康纳于开始 就用一些很激烈的言论 反对川普 那为什么现在会 调转枪头支持他呢 那大局已定 那他可以不支持 不出声都可以 如果你不支持的话 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呢 麦康纳于虽然他一次 去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这个职务 但是你猜他在政界 他还想不想得到自己 期待的利益 那当然想 是不是 那如果你真的 和川普 骂到反了 现在川普已经很明显成为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你都不支持他 好了到时候他当选的时候 那你就没有坐在分贓桌 就是没有这个政治分败的权力 那所以其实 麦康纳于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很无耻地转态 就说支持川普 那你以前对川普的批评 你怎么办啊 当分不自抹了他 这个时候我们看美国政治 这些政治人物 你不要觉得他是圣人 包括任何的总统 任何一个政治领袖 美国政治一向就有 权力和金钱的交易 只不过你这些交易 要是一个 受约束受制衡的范围之内 这个已经是民主政治 可以做到最好的事情 如果没有这些制衡 没有这些约束 就更加不得了 那所以麦康纳于 就现在表态支持川普了 好了 那关键人物 克里是否支持川普 他好像到现在 我们的录音为止 这一刻好像都没表态 克里退选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他是时候退选了 他觉得没什么遗憾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他恭喜川普 在初选赢了 第三 他说 呼吁川普 要争取反对者的支持 什么意思 反对者就是我克里 真的 你当然要争取我支持 是不是 其实克里是川普 做总统的时候 是乐国成员来的 他是驻联合国代表 所以克里 我觉得他这个呼吁 本身就是为自己 留了一条后路 是 有些媒体报道说 克里退选都不会支持川普 我认为不会 克里在什么情况下 川普开出什么条件下 他会支持川普 那为什么克里支持川普 有价值呢 其实川普和拜登 现在两个人做同一件事 呼吁克里的支持者 支持自己 是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 为什么呢 克里的支持者 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人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这班人 你叫他们支持拜登 是没可能的 初选的时候 中间选民很少洩入的 你都是党内初选而已 所以支持克里的共和党人 是不会支持拜登的 但是他们最多 他不支持拜登 但是如果他们不喜欢川普 他就最多不投票 不投票 每年都有这些人 是不是 好了 但是克里的支持者当中 据说现在有40%支持拜登 是啊 即根据这个民调机构的民调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人 什么人 民主党人而已 是吗 本来民主党 倒转窗头 支持了共和党的候选人 是啊 知道为什么 如果他们投票给克里 克里在党内贏了川普 那民主党就达到目的 哦 明白了明白了 你知不知道 这班是来搞局的 他是民主党支持者 但是我支持克里 克里能够打败川普 我就达到政治目的 嗯 克里和拜登选 我觉得选不贏 所以我就支持克里 好了 那现在这班人说 哦 我们克里退选 是的 你回去回去 你一直都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是一个不存在的话题呢 克里的支持者 我相信大部分会支持川普 是 有些人说到什么投票的时候 什么含泪投票啊 什么含恨投票啊 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候选人我不喜欢的了 是 但是我为了我的政治理念 或者我本党的利益 他不满意好我投给他 所谓的含泪投票 有什么含不含泪投票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不是原人 都不是一个完美的政治人物 是啊 我只看你推出的政綱 符不符合我的利益 嗯 你说减税符不符合我的利益 当然符合啦 是 你反非法移民 硬不硬不硬不硬 硬不硬不硬 硬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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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支持你咯 那你说其实他对 亚裔对华裔有歧视 第一我看不到证据 嗯 第二你这个歧视 主要不在你的政策里体现 你个人私下歧视我 我不是那么在乎 你以为我个人私下有没有歧视你了 都很难说 是不是 是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 说来说去就是 川普 今年为什么会得到选民的支持 我觉得 其实就是因为拜登太不堪 嗯 拜登的竞选承诺 可以说 没有一个能够兑现得到 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年的选民 特别是中间选民 支持拜登 是因为觉得 而川普经常说 好像说 外面传说他那么多 那么多骯髒的东西 不好了 我都是找拜登来 这个选择拜登好了 哇 谁知道一事上当 那这些人会怎么想 哎 没靠了 我都是找回川普了 所以这些中间选民呢 就会把票投回川普 那这个就是 现在目前的选举形势了 哎 还有八个月 那我们真的要继续观察了 因为 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没错了 好了 那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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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